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演奏拿手曲目出错 李云迪活动官方机构第一时间回应 说李云迪是因为舟车劳累失误 甚至把责任推给乐队指挥 引发网友塌伐 凤波直闹了两天 李云迪才终于在个人微博上致歉 称作为一个钢琴家 无论任何理由都必须在舞台上 交出100分的表现 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 李云迪18岁赢得肖棒钢琴大赛 是该比赛最年轻的冠军得主 后来受邀担任肖棒大赛评选 也是历来最年轻的评选 不过也因为名气太大 结交许多演艺圈有人 近年来几乎快从音乐家变成艺人了 找谁 李云 他害王李云的亲密友谊 一度诚实媒体关注话题 今年10月份肖棒大赛宁愿缺席评审两天 也要飞回上海给黄晓明当伴郎 也再度引发争议 钢琴王子跨足娱乐圈原本无可厚非 但现在却被质疑荒废本业 让许多人为他可惜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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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